哎呦,那字怎么写来着? 古人的刀锋在甲骨上犀利地刻了四下 这个符号就此穿越了三千年 这个字是行 甲骨文的行字犹如一个没有红绿灯的十字路口 是的,它当年的意思是道路 没想到吧 中国人建立了人类文明中最早的道路网络 这得益于中华民族性格中最为显著的优良传统 让一切井井有条 无数条行连接了不同的城邦与村落 货物与思想得以加速传播到各地 古人与我们并无不同 都是喜欢在道路两侧扎堆开店 慢慢就形成了行业 比如米行、肉行以及今天的银行 商代基于行设置了可能是最早的快递 在等待快递这件事上 古人和金人表现出同样的忐忑 大量可与甲骨之上的占卜内容 都是在预测即将到来的快递 急凶与否 周代是对修整道路最为用心的朝代 一些陈锋的文献记载了周朝的大道 像末时一样平坦 像剑一样笔直 很快 人们开始用这些路来代指一些美德 比如平时、正直、坦荡 又有阴语诗人传唱 挑挑公子行笔周行 公子哥们大摇大摆 走在宽阔的大路上 所以行这个字引申出了第二个含义 即行走出行 古人出行可不像今天这样方便 甲骨文生动地展现出古人对世间万物的理解 也为我们了解古人的生活提供了线索 可以想象这样一幅图景 清晨 大地苏醒 小草在随风摇摆 一个人走出家门 他看了看天气 不知道今天的行程会不会顺利呢 他走上了道路 爬过山坡 乘着小舟顺流而下 突然天上下起了大雨电闪雷鸣 风雨飘摇中终于到达了彼岸 他骑上了一匹马 远远地看到一片树林 树林的后面就是城墙了 此时已经是西遥西下 尽管没有高速舒适的交通工具 古人的活动范围也不小 诗人们更是穷尽半生 追求诗与远方 在那个交通基本靠走的年代 古人的时间观念与金人完全不同 一次出行往往就是千山万水 今年累月 也因此留下了无数 关于旅途的时局 停车坐爱 风临满 青州已过万重山 雪上空流马行处 西出阳关无故人哪 穿越古今 行早已超越了道路与行走的本来含义 行还是不行 如今是另外一个问题 1882年 当德国学者冯里希霍芬 第一次使用丝绸之路 形容令人惊叹的通商大道士 中国的行才被世人所知 而这距离华夏仙人构建交通网 已经过去了近四千年 可以说 其实我们早就行了 而世界才刚刚知道 今天你写字了吗